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看Sonda 说明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为大家带来2016年国交警赛Ti6的小组积分赛BOR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是Navi对战WinsBOR的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15分钟就结束了 非常快 那么到底有多快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现在同时开展的比赛Escape和Alance的比赛刚打到一个10比6 TNC和OG的比赛打了一个10比21 打了18分钟 EG和老干爹的比赛打了15比12 双方的比赛非常非常的娇拙的时候 Wins表示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二场 中场休息都结束了 所以确实这个比赛还是有一点快的 还是有一点快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其实有些观众表示说这个 如果Wins再输的话就可以睡觉了 其实不至于 因为下一轮是Wins 下一轮的比赛我肯定还是会给大家做 下一轮的比赛是Wins对老干爹 Wins对老干爹 而且Wins这场 你看Wins这场比赛 刚一上来是扮了一个小精灵 然后还是扮了一个大牛 Navi则是扮掉了这个神域和小黑 一手抢了一个老虎 没有去放跳楼跳楼的这个老虎 Wins的前两手拿人又是拿出了之前咱们见过他们拿的那个套路 就是前两手拿大鱼加上夜魔 拿大鱼加夜魔的一个强冲脸 然后Navi还是在选择把这个沙王给拿出来 Navi如果还是拿沙王的话 那Artstyle这个点可能还是会选择去拿陈 Wins在第三手选择自己扳掉了一个戴泽 因为最近Navi在拿这个戴泽神灵的体系的时候拿得比较多 就这场比赛 这个Navi这套阵容就如果你再让他拿出一个神灵戴泽 然后再拿出一个老陈来 基本上拿一个阵容就已经完整了 他们的沙王是一个1号位 然后呢 神灵去打一个 沙王是一个3号位 神灵去打一个1号位 然后老虎打一个2号位 基本就可以了 直播这边的观众有问Wins到现在的一个积分情况 就是会不会去败卓组 我跟大家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可能性不大 我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一个积分情况 就利用双方搬选这个情况 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一个积分 大家就明白了 现在这场比赛是今天A组的第一轮比赛 然后呢 A组的第一轮比赛 现在已经打了 这个小组赛已经是打了五场 对吧 那么一共是八支队伍 八支队伍的话 每一个队伍要跟剩下七支队伍去打一个比赛 就是说老跟爹 Wins还剩下两场比赛 还剩两轮比赛 第一轮比赛是打Navi 第二轮比赛是打老跟爹 那么这两支队伍的这个队伍情况非常有意思 Wins跟老跟爹相比 他们领先了老跟爹 领先了两分 领先Navi也是领先了两分 换句话说 就是这场比赛 即便是说Wins0比2输给了Navi 即便是0比2输给Navi 那Navi无非也就是跟他同分 然后下一场比赛 Wins去打老跟爹 这个也是Wins的最后一场比赛 只要Wins别在老跟爹那块再0比2翻车 拿到一分 只要他们拿到一分 那么他们保留在这个胜者组的希望就还是比较大的 但如果说他在老跟爹那边再翻车了就完蛋了 那就肯定铁定是败者组了 所以现在Wins如果说Wins这场比赛能够跟Navi打平 老跟爹那边也可以打平 拿到8分的这个积分的话 那么老跟爹和Navi这场支队伍基本就是已经铁定是败者组了 所以Wins留在这个胜者组的概率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 如果这场比赛 Wins可以赢 老跟爹可以打老跟爹可以2比0直接拿下 那就是100%可以留在这个胜者组 然后就是看胜者组第几名 好 说完这个积分的情况的话呢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BP Navi选择是搬掉了狗和拉比克 然后Wins在第四手选择搬了一个火猫 拿人方面这场比赛 Wins在第三手拿了一个巫医 Navi则继续拿陈 还是陈加上杀王 其实上一场比赛 Wins输在哪儿的呢 就是输在他们大哥的这个点位了 就是输在大哥这个点位的 输在大哥什么上的 就是输在一个近战大哥上 如果他不拿狗 或者说他拿狗这个英雄的时候 技能选择的再更聪明一点 技能选择前期再更聪明一点 一级的时候把这个狂暴点出来 不要被这个杀王的这个炸炸的太狠 其实前期只要狗这一路没有崩的那么惨 对方杀王不可 老陈没有那么肥 Navi上一场比赛没有那么容易赢 你看这场比赛 Wins就选择拿了一个小骷髅去打大哥 Navi这套阵容强 确实是强 但是呢 他也是容错率不是很高的一套这种体系 他并不是说这套阵容拿出来就100%能赢 他主要还是说上场比赛 Wins是放给对方的 冰火英雄 然后还拿了一套正好往人家嘴里送的一套阵容 Navi选择在第四手变招了 拿出一个熊战 还是之前的一个套路 就是说Navi基本上还是之前的一个套路 就是我在第四五手给登地拿一个英雄 或者是给他们一号位拿一个英雄 就是把大哥位的这个英雄放在第四五手拿 然后第四五手拿的这个人呢 一般情况下是去给他放一个发育位 然后老虎呢 一般 这场比赛 NAVI之所以去抢老虎 第一个点呢 是为了防止跳刀跳刀去拿老虎 第二个点就是登地最近老司机这个老虎打得也不错 看一下最后一手的这个班人 最后一手班人还是比较关键的 上一场比赛 因为这个太快 结束的太快了 我这边这比赛都上传完了 实在是太小了 这个文件 看一下 我对了 我今天好像直播都忘了在那个微博里面公告了 都忘了公告了 我去发一个公告 大家稍等一下 我这边忘了公告了 这最后一手半人想了好久 Navi这套阵容现在差的是一个酱油位 那么这个酱油位的话 Navi的酱油位的英雄池是比较深的 选择扮了一手萨尔 这个萨尔其实扮得不疼不痒 Navi这套阵容体系拿出来的话 还是需要在前期建立比较大的一个优势才行 尤其是塔 尤其是塔 老陈这个英雄前期如果拿不到足够多的塔钱 他这个A杖子迟迟做不出来 老陈这个英雄 他的A杖这个质变装早五分钟做出来 老陈这个英雄就很bug 如果你能就是说在二十分钟的时候 掏出一个A杖 老陈这个英雄就无敌 老陈就是无敌 二十分钟的时候 老陈最少有十一级以上 然后你再拿出一个A杖来的话 可以直接招两个远古 招一个石手人 招一个黑龙出来 那你这个团战和推塔 基本上是无往不利 Navi在最后一手拿了一个赏金 那就是说他想依靠这个赏金和配合 对自己队友线上的那个英雄 比较强势的一个特点 WINS的这套阵容体系拿出来以后 线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夜魔这个点不出一拜的话 应该是去打一个四号位 然后三号位的大鱼 一号位的小骷髅 五号位的一个乌烟 那现在就是看中单 挑刀挑刀的这个中单 这场比赛 讲道理的说 可以考虑拿一个反目机之类的 挑刀挑刀这场比赛 选择拿了一个TA TA这个英雄 在这一届TI比赛打到现在为止 TA好像出场率特别低 我印象当中就只有Miracle拿过 但是Miracle那场TA也是打崩了 自己给打崩了 我今天买的这个咖啡 是真他喵的难喝呀 哎呀不行 我待会这个再冲两杯 再泡一会儿 这黑咖啡再泡一会儿 我不行 我得喝一个那什么 我得喝喝一个 喝一个有糖的去 还是昨天买的一个咖啡好喝一点 今天这个是真不怎么好喝 另外另外这段时间小小的广告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加我的Q群啊 521017153 也欢迎大家来我的淘宝店 来支持一发 3HDS.淘宝.com 这个赛事预测我们就不玩了啊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现在没场比赛 刚一开始这个赛事预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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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疼 有点蛋疼 我昨天喝的黑咖啡 我 女的说你家的咖啡比尿难喝 这句话的信息量有点大呀 这句话的信息量真心是有点大呀 这刚一开始的时候 Navi还是想在这个下路做文章 下路这场比赛 二兵的这个巫医 二兵的巫医的话 那就是一个5号位的一个夜魔啦 外品的一个夜魔 反眼刚才确实是漂亮 调到调到这里拿到上符 那么这场比赛下路的交给这个二兵的巫医 其实上一场比赛 Navi之所以下路打崩了 打崩了这件事情 二兵是要背锅的 因为上一场比赛 二兵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去把这个小狗放在线上 然后自己去拉野 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你小狗在打一个沙王 近战任何一个近战型英雄 任何一个近战英雄 去打沙王 你酱油放着这个大哥不去跑 去跑去拉野 这个都是不科学的 对于二兵也是非常机智 但是二兵的这个动作 还是稍晚了一点 稍先晚了一点 不过可以利用这个野怪的清掉自己的一个远程兵 这一波还是非常的转 上路这里 这个熊战 这个熊战有可能要交一血 这他妈为什么不追了 我去 这两个大汉前期如此 体格这么好的两个英雄 刚才大鱼就剩两秒的一刀踩 居然不追了 剩两秒的一刀踩 夜魔的威也就剩两三秒钟的一个 一个情况居然不追 这个熊战是什么鬼啊 杀王这里 杀王一击还在留点 哎呦 赶紧还不加还不加 扑一下 扑一下杀的把对方这个伤害取消掉 这波差一点 好在是点了 二兵 二兵这个位置 二兵 哎杀王 杀王一击没有生 这个二兵为什么要往这儿走啊 我 什么意思啊 不是什么意思啊 Winz这两场比赛打的这是 这他自己买 自己买外围了吧 这个 不是这种错误 不是一个 国际一线抢队应该犯的错误吧 过分啊 这个有点眼啊 这上路有机会拿一血不拿 下路没必要送一血硬送 这一条踩 踩住了这个赏金 然而这条踩也没有什么卵用啊 对方一赏金你没有反引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 Winz这场 Winz在这场比赛之前 Navi的这个 比赛的一个情况 Navi的战绩是非常非常差的 Winz在A组 强者如临的一个组 能够把自己的战绩打得这么好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这里又 又不追了 这一招踩 这还行 这波还可以 下路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杀到这里被对方是给上了 不停的在给输出 这波杀到身上的这个 对方的这个 杀王因为一级的时候 选择是加了一个杀子 二三级是选择连补两级 所以没有这个三技能 另外就是对线的 毕竟是一个远程 所以没有选择太早的把这个三技能点出来 哎呦 这个Winz今天这场比赛真的 这不像是咱们认识的那支队伍啊 这虾有点厉害 这场比赛 这刚才在上路那波也是 大鱼踩住了那个熊战以后 熊战开了个V去挠 熊战的V 所有的V的攻击都已经打完了 然后大鱼回头了 一根剑 调到调到 贴身挨了一根剑 吃一下心灵火 漂亮 这边调到调到自己 这个地方是卖了一根蠢 这里队友掩护一下 过来吃控一下服 上路控到一手双倍 这里外皮给了一个物 给了一个粉 给了一手比较灵性的粉 这个粉给的还行 这个粉给的还行 还算是 虽然说没有粉 这个地方穿刺没有截住 没截住的话那杀不掉 这波如果被沙王穿刺到前面的话就死了 上路的熊战是 鞋加上一个穷鬼盾 身上有700多块钱的存款 马上也能做出自己的一个香味 大鱼做出了一个绿鞋 沙王也是绿鞋 现在下路对方这个沙王还是站住了 这个线还是站住了 补刀方面这个沙王也没有落后太多 夜魔这里第一波看一下 来找Rstyle的麻烦 来这波有机会 杀到注意别被双叉 注意走位不要被双叉就可以了 这波没有粉了 这个有点可惜 这波刚才夜魔的这个粉 在上路给了一个意识粉以后 哎呦这个位置 没有粉了 这波如果有粉的话 这个沙王也是可以杀的 这样啊这场比赛出击了一个对线 目前还是WINS占到了一些优势 尤其是他们上路这个大鱼的补刀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上路大鱼的这个补刀 这样比赛非常的稳 到现在为止 他的补刀全场第一 比对方这个大哥位的熊战还要高 而且是一个近战英雄啊 这是一个近战的英雄啊 跟熊战的一个对比 过夜 居然是占到了一些优势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中落这里老虎 哎老虎的这个星落 老虎这个波星落有点亏 一个夜 没有打没有 因为没有隐匿一接 所以这个前期的伤害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杀到这也是不敢轻易往上走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再过来人的时候 有可能身上是带粉的 老虎开了一个大 老虎开了一波大招 老虎开了一波大招 保护了一下自己 看一下沙王这里 沙王这个站位 这场比赛 因为沙王在前期 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耗血 这里上路的熊战 开了一个大招 这里还在追大鱼 但是大鱼的移动速度很快 魔伴已经克了 下一个踩 有蓝一招踩 一个普攻直接带走 漂亮 这场比赛 Navi上路崩了 而且你看就是我 昨天吧 昨天在说比赛的时候 有一场说WINS的比赛 我就说过WINS的 这支队伍的一个特点 头硬 这支队伍的头特别硬 你不是拿沙王厉害吗 对吧 你不是拿沙王厉害吗 你不是拿老陈特别厉害吗 这张英雄我放给你 我不办 我放给你 你接着拿 我不拦着 你拿出来这套阵容 我在你用什么阵容 把我打崩的 我就从让你用什么阵容 我打回来 他这支队伍就是这样 头特别硬 这个WINS的队伍 就我在什么情况下 WINS如果说上一场比赛 如果不是说因为这个阵容 在线上确确实实是因为英雄的问题 打不过的话 如果假设说上一场是因为WINS自己人员发挥有问题 导致这个比赛输掉的话 WINS这场比赛可能连自己的人都不换 他就拿这套阵容接着跟你钢 这里一手穿刺 穿刺起来以后一根剑 这根剑还是射中了 这挨了一根应该是个五秒剑 二兵这里过来给上加血 但是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波雪崩 好在赏金等级比较低 但是这一波WINS又是被对方给打崩了 一波零换三 五个人全到 对方的这一波人来的比较全 FB的这个大鱼没有来 他因为自己比较 他比较顺 大鱼比较顺 大鱼这个点上比较顺 所以他这波没有来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赶紧把自己挑刀做出来 直播这边观众有人表示说感觉就是WINS和老干爹都是在卖蠢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从卖蠢的角度考虑的话感觉卖的有点过了 他这个卖的有点太蠢了 因为卖蠢的话 你前提是说你可以卖蠢 然后你可以在特别极限的时间和情况下 拿到这个胜者组的一个名额 这样的话可以叫卖蠢 你可以说赢的特别艰难 这样去卖蠢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说你卖蠢卖的把自己卖的败者组织那这个事就大了 这个真的就是卖大了 这里Shadow也是过来给了两件 但是这个Shadow这波的第一波游走带了一个粉 但是他找的这个人不太好 他选择了个来找老虎 没有任何道理啊 这个Shadow 他这波找老虎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又没有沉默啊 没有沉默 没有晕 没有硬控 呃 夜魔也没有来 夜魔如果来了的话 给上一个沉默先手 开着雾过来给上一手沉默 你跟TA两个人的爆发可能能杀得掉 这老虎开了一个大招 直接贴身过来以后想杀 一个人绕后 这段时间Navi又是发挥了他们自己的这个老虎的这个节奏点 又是这个这个这个信使 还好 大鱼已经拿到跳刀了 这个大鱼很顺 大鱼很顺 所以他这场比赛他的一个跳刀节奏很关键 但是被对方这个赏金是逛到了 他的这个跳刀的时间是被这个赏金给逛到了 感觉WINS比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 在 WINS感觉就是第一轮他们第一天的那个比赛打得非常差 然后第二天的比赛呢就是昨天 昨天的比赛打得还算是不错 感觉就是还是想要把自己打到这个胜者组去 一帮抖M体制啊 这个大鱼钻的这个位置非常灵性 这个位置别人看不到 这里给上一手点灯 诶这个跳踩 我了个去 这个桑瑞杀王的这个反应速度也实在是有点快 而且赶着实际也不好 这位给了一个菊花剑加上一个 哎呀大鱼啊 这波大鱼死了 大鱼跳到第一波 结果是被对方给算计了 刚才这波也是运气不好 大鱼跳过这一瞬间正好沙王去穿刺队友 他的队友穿刺队友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给带上 距离刚刚够 撒一个粉给让他有沉默一个V 巫医这里插一个大 中了一个剑 沙王这波还很硬 还是没有死一个穿刺往回躲一下 但是TA赶过来 加上大鱼的输出 大鱼这波可以追 大鱼的跳踩 这波可以追 这波可以追 选择去追Rstyle吗 选择去追Rstyle 因为这边Rstyle给了老虎的一个传送 这样的话用自己的命换了大哥的一个命 临死之前还想回头去耗一下无翼的这个血量 这老虎给了一个大招 看一下这波Navi的粉扑 给上一个标记 但是这个位置 大鱼 大鱼过来了 大鱼这个位置有踩 一招 看得我好急啊 这个FB FB为什么不直接踩呢 这个熊战在疯狂的输出这个TA 为什么他不直接踩啊 莫名其妙的在那个地方转了半天 就给了一个 转了半天给了一个点灯 然后也不踩 内脚如果踩到的话 可以让这个熊战第一时间秒不掉这个TA 这个局面还有拖 结果这一下因为没有 没有这么做的话 TA直接被秒 然后大 然后自己 不知道夜魔也被追死了 哎哟 真是蛋疼啊 感谢观众给团杀 这沙盗是什么鬼啊 不是 这个沙王应该是被诅咒死了 扑一下沙子 哎在喝瓶子在救 喝瓶子在救 这里被给人有点灯 还唱一个诅咒 最后一下 这里一个跳材 踩住了老虎 二兵在后排掩护一下 这里熊战有跳刀了 注意一下熊战的走位 我的天哪 这场比赛WINS打的这是什么鬼啊 这WINS今天这场比赛到底是怎么了 他们这些人 我不太明白 这真的不是WINS应该有的一个实力啊 切一下精进面板咱们看一下 切一下精进面板咱们看一下 让我都不敢相信啊 这个比赛打的 看下这个位置 应该是逛到这个沙王 应该是逛到这个沙王的位置 应该是看到这个 哎呦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不要演了呀 咱们好好打比赛行不行啊 这波看下 反过来人家熊战这边带头冲锋 开始撸 TA第一波爆发 完全打到了一个幻象身上 省心这里带走了一个夜魔 另外一侧这里杀到是 找到了对方的陈 配合队友直接击杀 这里有封 二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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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一下 一根剑 没有射撞 但是还是被熊战直接追死 这边等会就死了一个老陈 自己交了一个二兵的巫衣 交了一个外皮的夜魔 这个TA打到15分钟 呃 还差1600块钱 差1500块钱 能把自己的这个暗灭做出来 咱们直播这边观众 心态很好 心态很好 表示知足 起码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时间 已经GG了 这场比赛还没GG 这个想法不错 想法不错 登地的老虎应该不出意外 应该是18分钟左右 18分钟左右 可以拿到自己的A帐 不错 唉呦 这个比赛说的我简直是 TA没有选择直接出完面 还是选择先出了吧 跳刀 还是先出了个跳刀 我跟你讲 这场比赛打完了 WINS要是被爆出什么黑幕来 什么买外围之类的 我觉得买外围这个事儿 你如果这场比赛 因为你买外围输了 我什么都不说 我什么都不说 我就是觉得演技太差 演技太差 唉 感谢各位观众赠送了辣条 还有团扇 老司机的这个A帐马上能拿到手 差不多跟我预测的时间基本一致 18分钟可以把自己的A帐拿到手 WINS在这段时间刷钱 其实也刷不够对方 他们这些人的一个经济增长的速度 其实并没有对方快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 大家注意经验 经验 WINS居然拉回来了这段时间 小骷髅做刀案灭 这里Navi也是比较稳 这个并没有很早的去偷这个盾 稍微稳了一稳这个线 把中路线和下路线压过去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熊战才选择去打了一个盾 而且熊战在18分钟的时候 居然是直接跳了哪里把跳刀出来 这把跳刀出的灵性啊你别说 这把熊战这把跳刀真的出的是灵性 不是跳刀这把A仗 这把A仗出的在那里 这个出完A仗以后 出完这把A仗里带着一个跳踩 没穿刺没穿刺着漂亮 但是这里熊战直接冲去了 直接把你所有的逼退 老虎开一手大招 这里开始对对方两边多 互相给对方头上点灯 互相给对方点灯 这里一根箭没有射中给上一个弹 咱们这边有观众要求科普一下这个熊战A仗的一个效果 熊战A仗的效果是减少CD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就是可以让这个熊战在被控制的情况下 开开这个心 这不是夜魔在干嘛的呀 这什么 想出来留人 结果没想到Navi这波是个骗子 Navi是一帮骗子 他们就让沙王一个人回去 剩下四个人抱团就在这等 这样啊夜魔追出来以后 直接第一手直接被对方给干掉 这里小骷髅是靠自己身上带的粉 是单杀了一波对方的这个赏金 干的还算不错 大于这里一个跳踩踩中沙王 给上点灯 这里沙王应该直接被秒 漂亮 这波机会找的非常妙 这波熊战再跳过来 一脚踩一根箭 漂亮 Navi这根箭确实打的nice 老司机登地的这一发箭 直接简直就是预测未来的一个感觉 有观众说这个熊战的这个A仗效果是比BKB强 就分怎么说 熊战的这个效果是这样 它是它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可以在被控制的状态下使用激怒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被控制 只有一点就是被晕 只有在被晕的情况下 那么跟晕类似的功能还有的就是这个 就是跟悬晕类似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有变阳 但是变阳了以后是用不出来的 被变阳是用不出来这个道具的 用不出来这个技能 而同样被沉没了也用不出来好像我记忆中 因为被沉没了以后它是直接被一个禁用技能 它不算是一个控制效果直接是禁用这个技能 所以这个A仗这个道具 这场比赛我为什么它说它出的比较灵性呢 这个技能最主要的一个蝙蝠的拉 蝙蝠的拉也算是一个玄军效果我记忆 这里老虎直接被带走 这波的游走非常漂亮 夜魔的A仗应该是要很晚才能拿出来 这段时间Win4是依靠自己积极的游走 把这个场面稍微拉回来了一些 熊战的这个A仗的效果其实还有一个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这个CD会被剪的非常的短 就是它A仗以后的这个CD被剪 A仗以后的这个CD是被剪到 就升把量是18秒一个 然后它持续时间是4秒 所以就实际它的CD14秒一个 跟一个小技能是一样的 这里一个穿刺 刘哲这里撒一手粉 看一下大鱼这里先直接把老陈给干死 这个熊战第一时间又是冲到了 这个巫医的身上把巫医给秒掉 大鱼跟夜魔这两个 这两个抢劫犯又是弄死了 一个赏金猎人 这里被一个老陈的网怪给绑住 但是好像好像 沙王这一个跳穿刺 大并没有什么卵用 打得非常漂亮 但并没有什么卵用 只是把这些人全部都打残 但是这个残值办下 哎呦 杀了 哎呦 杀了 这是为谁啊 这是为哪班啊 走就是了啊 这一波 这种时候自己保命 比跟对方的老虎一换一 要来的划算得多啊 这个老虎已经把自己核心装做出来了 你跟他换什么劲啊 我这一波我真的是看不懂 WINCE这场比赛 到底在想什么啊 这团战为什么搭进来 刚才刚刚说 这个WINCE这段时间 利用积极的一个游走 把这个场面上局面 拉回来了很多 然后果断的送回他了 果断的送回他了 这波无依 这跳财 这个熊战 这个熊战 这个熊战来卖盾 熊战来卖盾 这里是杀王的一个穿刺 巫衣的一个大招 插出来 直接干掉了熊战 而且熊战的盾到时间了 到时间了 给大家倒回去看一下 给大家倒回去看一下 这个开心啊 我跟你讲 这波再回到十秒 我们看一下这个熊战 看熊战这个盾 看熊战这个盾 熊战这个盾 自己残血消失了 食也命也我跟你说 这食也命也 这种事就是 风消消息 溢水寒 盾熊一去西不复还 哈哈哈哈 这波确实灵性 我跟你讲 这波真心灵性 看一下温斯的信使是吗 呃 看一下温斯的信使 温斯的信使 温斯的信使有啥可看的 温斯的信使上没东西的 啊 这里踩一脚 漂亮 温斯这段时间 又是利用自己的 一个积极的游走 打出来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刚才这一波的代号 不是3154了 刚才这一波的代号 是2333了 啊 你说看一下这个信使的 名字是吗 呃 传奇 纳力战队的黄右蓝牙 黄右蓝牙 不好看啊 这有什么可看的 刚才这一波的那个行动代号啊 刚才熊战的这波行动代号 不是3154 刚才这波咱们的弹幕观众我就说了 刚才的这波行动代号是2333 那咱们愉快来看一下navi这段时间怎么去准备组织这个粉扑啊 我觉得wins可能就刚才的第一场比赛就第一场比赛我觉得啊他们可能跟前几天一样前几天的比赛呢wins也是第一场比赛或者前两场比赛打的特别鱼 呃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就是他们的这个 没睡醒啊 确实感觉像是没睡醒 因为毕竟有一个时差在里面 而且中国去参加这个西亚土豪竞赛的时候这个人就直接对我队伍到美国的时间其实很晚并不是很早到的他到的比较晚 时差的关系好像倒还没有倒过来 你比如说像什么羊啊像什么那个玄月那些货对吧 到比赛开始前一天还在办签证 看一下这波开窝 这波开窝感觉应该是可以找到这个大 哎呦先碰这个大鱼就下 哎呦二兵这个位置也要瞎感觉这波要出事 这波要出事大鱼直接跳蚤 漂亮这个眼爆立功了 一根剑射中了一个野怪大鱼 这个熊干丢过来去弩这个 这个乌一为什么每次都乌一被弩啊 这根BKB开出来以后还是要被熊战直接给追死 这波就不堪了 大鱼这里能不能逃得掉 开着加速疯狂的在奔 这里被一个跳刀的沙皇穿刺留住 那这样的话这波被对方直接是一波零换三 下面还有一个夜魔跑到树林里面自己等死 熊战直接挠死没办法这个 这张比赛 讲到底的说打熊战这个英雄 其实出一个 出比较好的东西是出一个吹风之类的道具 出一个吹风之类的道具 这波小骷髅回家可以拿到自己的BKB 打熊战这个英雄做推推其实效果一般 做吹风效果比较好 除非你这个英雄本身有一个比较好的反手控制 或者是逃生技能 你用推推可以第一时间反应一下 然后再用技能去逃生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光有一个推推想去逃掉这个 跳刀熊战的追杀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熊战的这个拍地板这个技能是性价比特别高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 它持续时间减速是4秒 而且这个4秒的减速并没有递减 就是说它不是说刚开始减速很高 然后慢慢降低这个减速效果 并没有这样 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减速效果 持续4秒钟的话 对于熊战来说足够把对方人追死了 但是这场比赛 巫医跟这个夜魔这哥俩实在是太穷了 也没有去选择追律杖 来这里过来一个粉 撒到了沙盗的脸上 但是这个沙盗跑的比较快 对方还是没有跟上 即便是被撒上粉以后 小孤狼隐身有满敌的隐身的情况下 也有490多的一个异速 所以这个追上还是比较难的 看一下这波5人开握 看一下这波5人的开握 这里Navi又跑过来打盾 这一个陷阱是看到了在打盾 5个人开我直接靠这波盾很关键 这波盾基本上可以决定这个比赛 接下来10分钟左右的一个走势了 大鱼跳踩 踩踩中两个人 BKB的小骷髅 开始第一波输出 直接找这个陈 老虎开了一个大招 沙王的一个跳刺 大招空了 只打到了二兵 而且打到的伤害很低 这里W1插了一个高台大 熊战过来以后 先要把这个W1强行给秒掉 干的还不错 沙王跟W1完成一波一换一以后 夜魔临死之前打出一点输出 大鱼这里再找机会给跳踩 但是这个环境有点问题 大哥全走了 负责输出的两个大哥 一个被追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一个人在树林里面 这是什么鬼啊 为什么 这两个大哥会被追的这么远啊 那这样呢 等于是Navi 杀王一个人 哎 这个一个跳财 找到这个赏金漂亮 直接秒掉这个鸡来不及杀了 鸡小骷髅在追 但是来不及 这一波杀掉对方的这个赏金 现在可以顺势找机会 哎还是杀了 天灰信是被杀了 天灰信是被杀了 死这儿了 哎 哎 哎 死这儿了 这从这个贴图啊 从这个3D效果去哪儿了 找不到他了 这儿呢在这儿呢 哎 这从这个3D的这个效果 就这个信使死掉的以后 这个效果就能看得出来 哎 先看一下这部团 一个跳财 财中两个人 夜魔赶过来 陈墨给了谁 老陈上来被顺秒 老虎开出绿杖 这波骷髅 小骷髅的位置还在找 还在找位置去输出 沙王再次给了一个穿刺 不过没大招没有 刚才这波看找机会 是不是要有大 等一下跳捞了CD 赏金干死无疑以后 这波小骷髅身上 被给上了一个标记 这里沙王一个跳穿刺 那这波去了 这波去了 夜魔直接钻树林选择 要TP 能不能走得掉 哎漂亮 就从这个信尸死掉以后的这个位置 你就能看得出来 刀老二在这个制作这个 制作的时候 这个人物死了以后 他这个模型会放在哪 他这个模型是直接放到天上的 或者放在地底下 然后咱们拉的足够远的话 就比较好找 但如果你是正常视角的话 就这种视角是看不到这个信尸的 25比20 这个时候Navi又是重新掌握到这个 比赛场上的这个比赛的一个 主动主动的一个情况 掌握到这个主动 哎呦这一个莲花 这莲花是什么情况 这个大鱼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还在做莲花这个道具 莲花这个道具这么贵 他为什么要做莲花这个道具啊 这个大鱼 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他的是去做一个 他的是去做一个天堂不好吗 莲花这个道具4000块钱啊 这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这里 哎呦这个TA 演技拙劣啊 这一波 给上一个莲花 莲花在哪儿 莲花在哪儿 在这里BKB开出来以后 无疑一个大招 把对方的这波进攻逼退 大鱼出来 跳踩 两个BKB的大哥出来输出 杀到直接被熊站顺秒 开着BKB被熊站顺秒 这里再跳上来以后 开始留人 身上有散尸 这波GG0比2 我出一波直接GG了 这大鱼的这个 大鱼的这个天堂 到底能制裁谁啊 这边 指向性技能 赏金的标记和T是指向性技能 然后老陈有指向性技能 其他人没有指向性技能 他出了一个莲花 就是为了解一下这对方的晕吗 瞧瞧瞧瞧这边 借一根箭直接带走 拍拍的A杖什么效果是吗 拍拍的A杖就是 他可以在被晕住的时候 开鼓打招了 说白了就是被晕住以后 他可以直接开大自己 把自己这个状态给解掉 杀到这里又是莫名其妙的 就死了 莫名其妙又死了 咱们直播这边观众 果然有打出GD 那么稍微用一点时间 稍微用一点时间 给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 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 下一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 会给大家做这个 牛币对战 不是牛币 不出意外 会给大家做这个 WINS打老跟爹的一场比赛 因为WINS打老跟爹的一场比赛 基本可以决定 基本就是决定这个 胜败者组的一场比赛了 然后WINS打完老跟爹 这场比赛完事以后 我应该会考虑给大家做 牛币打secret的比赛 牛币打secret的比赛 做完了以后 今天的比赛 我估计也就告一段落了 因为再往后做的话 我可能精力不够了 精力不够了 好吧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然后录播这边的观众 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收藏订阅 可以打整投影币的香蕉给我 那么也欢迎大家 我QQ的521017153 或者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好那这样比赛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直播的观众不要走 咱们开始吹水